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五间总结 美国联储局完成一年两日的会议 主席耶伦的言论鸽派 维持超低息和宽松政策不变 美股做好带动改股高开83点 总段曾经升至23,300点 大受A股下跌拖累 升幅一度收窄到2点 临近中午升幅再度扩大 恒指中午收报23,250点 升了68点 美联储延长超低息的政策 地产股升势显著 长实、新世界、家里建设升超过1% 新地、恒地、顺治升0.3%至0.8% 而息后敏感的公用股普遍在早段做好 中电、煤气、电能实业、长缸基建升0.5%至1% 但后期升幅收窄,电能更加到跌0.2% 而港灯就跌0.4% 石油石化股上升 其中中石油升近2% 破顶高建9.77元 中石化亦曾经破顶高建7.55元 中午升0.5% 中海油升近1.6% 水银预料8月内房的跌幅扩大 润地跌近3% 中国海外发展跌超过1% 中国海外运洋跌超过2% 照电股方面 汉华金控中午收报1.64元 较招股价高超过1% 而A8电媒就澄清有关与小米公司正在合谈合作的报导 指旗下的联营公司多米音乐目前正在与小米谈合作的事宜 股份伏牌之后回吐超过4% 而达进东方公布主席兼控股股东杨海珊 或会出售部分或全部持股 消息刺激公司今早伏牌之后急升三成 高建7.33元 成交回约股份方面 绿色动力今日首日挂牌 中午收报3.87元 交招股价3.4毫半高超过12% 人行正回扣200亿 中行升0.4% 建行升1.2% 收视之后有3分钟时评再见